亚太报道 各位听友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2020年9月16号 星期三 我是嘉远 这次亚太报道的主要内容包括 深圳数据库被泄露 240万世界政商名流受监控 数据库包括近3000名台湾人 专家认为统战目的明显 中国多地教师工资被拖欠苛扣 凸显地方财政陷入困境 亚洲开发银行预测中国经济一枝独秀 新冠疫情还没有完全消灭 兰州被爆出新的疫情 蓬佩奥再向中国开火 美国并未衰退 必将反制中共 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中国发起全球数据安全倡议 言犹在耳 深圳一家数据公司 为止协助政府收集全球政商界名人个人资料 超过240万人受到影响 当中包括澳大利亚和英国的政要 由于有关资料涉及个人隐私 外界关注 到底数据库透过什么样的手段 获取机密文件 以及落入中国政府手上的后果 详情请听记者高峰的报道 成为众矢之地的 深圳振华数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在两年前成立 总部位于深圳科技产业集中的南山区 它公开宣称的业务性质 是整合境外数据信息 然后提供给中国国内机构 消息曝光后 公司的网页及时停止运作 综合英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媒体报道 振华数据与中国政府和共产党有机密联系 两年之内 透过大数据分析和资料搜集 建立名人资料库 经由网络安全专家还原部分数据 发现资料库涵盖超过240万人 包括英国首相约翰逊 王室成员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 印度总理莫迪等多国政要名人和军方人士的详细个人资料 就连知名度较低的企业家、学者、涉运人士和罪犯也收录在内 揭发事件的美国经济学者鲍尔丁 曾任教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两年前因为担心个人安全而离开中国 他从去年开始深入研究中国电讯设备商华为 期间意外接触到振华数据的名人资料库 有关资料大部分可以从推特、脸书等公开途径取得 但也包括银行记录、求职资料、心理档案等机密文件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网络作战资讯安全研究所所长 曾一硕表示 不排除深圳数据库是经由暗网取得这些资料 个人的这个承包户啊 这种契约章啊或者是骇客啊 他们就会在暗网做交易 之前也有说一些国家的情报组织 也是在暗网去购得 比如说电脑网络病毒啦 去购得其他的正要的一些健康资料啦 或者一些银行记录啦 针对特定对象他去搜寻 在暗网还有在网络上去搜刮这些资料 然后他再用大数据分析 初步还原的数据库 发现了五万多名美国人的资料 其次是澳大利亚有三万五千人 事件曝光后在澳大利亚引起震动 悉尼科技大学学者冯成义 对中国政府会如何处理外国名人的资料 表示忧虑 中国有公开的法律就任何公司 当然包括这些网络公司 而他们有义务给政府提供他们所掌握的任何个人信息 中共这个政权为了政权的赢许 靠这个统战 战略通 如果你这个人他认为你是反共的 跟共产党比对的 那么他就想办法去打击你 鼓励你 如果他根据这些资讯 认为你是亲共的 是可以争取的对象 他就会发展为党 这个党的代理人 近期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理由 呼吁其他国家围堵中国网络 和禁用中国科技 随后 中国发起全球数据安全倡议 并质疑有国家把数据安全政治化 这个政权一关以来是极端无始 它没有底线的 就不把这个世界安全当回事 因为在澳大利亚这边 配合侵入网络体系 比如政府的还是大学的 已经有很多起揭露了 同时再去宣讲 保护这个兴起安全 这是非常虚伪 非常无始的这个一个政权 振华数据回应外媒采访时强调 有关报道严重失实 强调公司是私营企业 与中国政府和军方无关 发言人向环球时报表示 他们从事正常商业行为 却被媒体肆意曲解和放大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峰 香港报道 与中国解放军及情报系统有关联的 广东深圳振华数据公司 标榜自己利用遍布全球20个收集点 建立超过240万笔的海外重要人士数据库 本台取得的相关资料 台湾名单首次曝光 包含马英九 宋楚瑜等台湾政要 科技界老板及其家人都在数据库中 下面是本台记者唐家杰和陈品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深圳振华数据信息公司 泄露的数据显示 这家与中国人民解放军 及中共安全情报系统有关联的中国公司 建立了约240万全球有影响力人士的个人资料库 自由亚洲电台取得相关数据梳理后发现 有至少2900名台籍人士在数据库之内 包含台湾前总统马英九 清明党主席宋楚瑜外交部长吴钊燮 台积电董事长张周谋的夫人张淑芬 国安局副局长胡沐元 李登辉的孙女李坤宜等人 他们的基本个人资料包含家庭地址 生日 电子邮箱 婚姻状况 照片 社交媒体账号 最新法庭文件与犯罪记录都记载在数据库之内 台湾民主实验室执行长吴明轩告诉本台 很重要的一个证据就是证明大家之前说的这些 可能中国在利用的这些咨询作战 各个不同的层面的这个咨询作战的整合 其实是就是这是一个直接的证据 本台没有访问完整全球有影响力人士数据库的权限 但得到与台湾有关的基本数据原始格式文件 为搞清楚郑华如何搜集海外人士的数据提供了线索 长期研究中共信息站的台北大学犯罪学研究所助理教授沈柏阳告诉本台 第一个240万以全世界来讲太少了 如果算是台湾240万都已经太少 那何况是全世界 所以它比较像是重要人物的社会网络图 比较像是同战工作 在他看来这份数据库最有意义的三点 分别是如何对这些重要人物进行人格分析 如何进行重要性排序 以及如何勤搜部件交友网络 鉴于台湾的数据库相对小 且锁定的人物鲜少意见人士 沈柏阳认为这与统战工作可能更有关 接案的振华公司也可能只是非常外围的接案单位 一位在美国大型网络上负责资安工作的主管 在审查相关数据后告诉本台 这份数据由于大量依赖公开信息的搜集 情报质量有限 不过这个数据库的曝光 有助于外界认知中共及外围组织 正在合作建构中国境内以外的个人情资数据库 让更多人知道中共在情报活动的积极及威胁性 数据库是由中国纪念人士在今年初泄露给驻越南的美国学者鲍尔丁 鲍尔丁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近几年他在追踪华为相关的中国科技监控议题 已看过几次相关数据库 但直到今年初才拿到完整资料 鲍尔丁定于9月14日发表研究报告 却在发表前收到安全警告紧急返美 有两个不同的政府工作人员建议我 当这个报告出来的时候 不要在越南 中国特工在越南很活跃 我可能有人身安全风险 本台在2000多笔台湾的数据库发现 大多详细记录个人最新的法庭记录 如走私 贪腐 收贿等各种细节 鲍尔丁说 他们在其他国家也发现这种特性 根据郑华公司网站及微信公号 有大量的证据显示 郑华公司与中国政府及解放军的合作 郑华公司成立于2017年 由一名叫王雪峰的前IBM工程师 持有多数股权 本台尝试联系王雪峰及郑华公司 致结稿并无回应 鲍尔丁告诉本台 很多人或许会拿美国公司 也在搜集数据来做比较 但不同在于中国政府 对于民营企业的控制能力 数据一到了中国 是完全没有隐私可言的 我们放出报告及数据库的原因 更是希望大众知道 这类的中国搜集海外个人数据行为 正在发生 开放的自由民主国家的个人和机构 应该要更加意识到 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安全情报单位 正在进行的不对称信息战 和对海外人士隐私权的侵犯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家杰 华盛顿报道 这个深圳数据库的台湾部分 由本台独家取得 共有2900多名台籍人士的个人资料 现在请记者陈品杰 详细介绍一下这个数据库 里面有什么栏目 这个台湾数据库 由报告的作者提供给我们 以英文的方式呈现 他们已经事先将许多个人信息删掉了 我们拿到的资料库 只有英译的姓名 性别是完整的 部分的人有照片或者是法律案件 但是我们能够看到 他们搜集的个人信息的类别 这个资料库的编排非常细 从基本的性别年龄生日 到职务电子邮箱婚姻状况 以及社群账号 包含脸书推特等等 你刚刚提到部分人士 有照片或是法律案件 这个资料库有多详尽呢 对我们发现部分的人 有附上照片 是从台湾或是中国的媒体报道资料而来 另外这个数据库有特别独立出一个项目 仔细列出该人士的法律案件 或者是犯罪资料 这个部分非常有系统的列出 也有案情的发展更新 甚至附上案情的关键字 譬如说收贿 洗钱 绑架 诈骗等等 像是马英九的特别废案 就有被详细的记载 提到马英九 唐家杰的报道中 提到数据库上榜名单中 就有包括他 清明党主席宋楚瑜 台积电董事长夫人等重要人士 还有其他的吗 蔡英文总统或是前高雄市长韩国瑜 有在榜上吗 里面并没有蔡英文或是韩国瑜 其实很多上榜的名单都令人吃惊 像是接口支付的执行长胡一家 李登辉孙女李坤宜 闪灵院团团长 立委林昌卓的妻子叶湘宜 甚至艺人无客群都有在名单内 另外有许多立委 智商界人士 民运人士 像是立委蔡逸渝 前立委 沈智慧 沈富雄 段一康 台独都是蔡丁贵 前台联主席 黄昆辉等等 名单里面 国民党 清明党 各式各样的党派都有 所以不仅是政要人士 商界 娱乐界 也有人被列入名单内 根据你们的分析 大概有哪些类别的人呢 以我们拿到的 2000多笔的台湾数据来看 粗略分为几类 第一个是高知名度的政治人物 第二个是外交军警 第三个是科技 或者是学术界人士 第四个是地方首长及名代 第五个是有犯罪记录的人士 或者是黑道 第六个是传媒娱乐界人士 最后一类则是 跟上述的这些人 有关的亲人或是伴侣 你在一开始提到 这个数据库是英文的 你们怎么能够确认这些名单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因为名字是用英文翻译 很难直接去推断它的中文名字 为了避免捕风捉影 所以佳洁和我提到的人物 在资料库中都有照片 或是法律案件 作为二次的确认 但我们必须强调的是 到目前为止 没有办法得知 为什么这些人会上榜 专业人士的关注点是什么呢 他们怎么解读这个数据库呢 大家看到这些人上榜 可能会很惊讶 但我们采访了一些 在资讯安全 信息站相关领域的专家 他们对这个数据库的看法 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这个资料库 其实并不突出 由于数据库80%以上的信息 都是来自公开资讯 这个数据公司 顶多只能算是 一个可能跟中国官方 有业务往来的外围公司 对于这些资案专家来说 他们看数据库的重点 是想探究这20%的 非公开资讯是怎么取得 是暗网搜集 骇客入侵 还是用其他的方式 另外他们也都想要知道 这个资料库 是怎么样将个人做分类 或是如何建立起 一个人的交友版图 原因是 这是发动信息战 或是情报搜集的关键 为什么他们会收集一些 知名人物的亲朋好友的 网络足迹呢 这有什么情报价值呢 这是个好问题 很多人会想 我发文点赞 跟国家安全有什么关系 但是研究信息战的沈博洋 就给了一个 最近香港的例子 比如中国情报单位 可能透过写在脸书上 跟香港民主运动人士 有关的发文互动 去描绘出一个图像 判断哪些事 可能帮助过 香港民主人士的账号 再进一步锁定 做攻击 这样听起来 网络足迹 可能带来的相关问题 确实应该更受到重视 是的 没错 好的 谢谢品杰的介绍 大约5000名加拿大人 遭有中国军方背景的 震华数据公司的监控 其中包括总理特鲁多的 11岁女儿 另外也被列在监控资料库内的 沃泰华大学教授 马格丽特 麦凯格 约翰斯顿 接受本台访问时说 他并不意外 自己也被列在数据库内 而中国当局 常年监控他国公民 在需要时 就可以对其下手 请听记者柳飞的报道 一看到关于震华数据库 监控200多万个 各国公民情资的消息 沃泰华大学教授 马格丽特 麦凯格 约翰斯顿 立即联系了 有数据库副本的人 果不其然 一直勇于批判中国的他 果然也在震华的监控名单内 他说不感到意外 也不害怕 因为常年和中国 保持友好关系的他 熟悉中国当局的操作方式 他们掌握很多 不同的监控数据库 例如2018年12月 当两名加拿大人 康明凯和斯帕弗被逮捕时 正在上海的他 就发现 其酒店内上所的行李 被翻查过了 他在上海的中国友人 已经提醒他 千万小心 他告诉我中国有数据库 长期监控追踪 成千上万 时藏在中国的加拿大人 中国当局可以随时 拘捕审问这些人 这就是为什么 康明凯和斯帕弗被捕了 以及2014年 中国也因为政治上的需要 而逮捕了高凯文夫妇 目前被解密的资料库中 发现数千个加拿大人的名字 超过16000个 关于加拿大的条目 加拿大的政治 法律 学术 商业 犯罪者等人的讯息 都被归纳为三等级 分配为一级的 似乎是有直接影响力的人 例如国会议员 高级公务员 学术研究者 而刚当选 保守党党领的奥图尔 也在其内 分配为二级的 通常是当权者的亲戚 例如总理特鲁多的 11岁女儿 和国会议员 费凯迪的儿子 等级为三的 则是被定罪者 主要是经济犯罪人物 玛格丽特麦凯格 约翰斯顿还发现 一些在加拿大的中国企业 也脱离不了被监控的范围 例如加拿大核能安全委员会的总裁 是加拿大华为公司副总裁的妻子 她也在名单上了 我很惊讶 中国连海外中资企业的相关人员 也都监视着 显然他们非常谨慎 任何细节都不会放过 加拿大时事评论员 陈爱瑞特别关注 郑华数据库中 有大量罪犯的资料 称无论你是显赫高官 普通百姓 或是狱中囚犯 中国撒下的天网 都可能覆盖到你 因为他们必须先坐到位 一旦需要时 可以紧紧地估注你 数据库显示 所有加拿大条目 都是在2018年中期后 搜集的 但无法判断更新的频率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柳飞温哥华报道 尊师宗教被誉为 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但在中国 教师尤其是民办教师 却往往成为 当局苛扣工资的对象 近日 贵州 安徽 河南 和辽宁 接连传出教师被拖欠工资 表面上 这与地方政府 债台高筑有关 但是有评论则将此现象 归咎于官员 中保四囊 请听记者高峰的报道 在中国大陆 公务员经常成为 地方政府 客口公司的对象 首当其冲的 往往是教师 以往就曾发生 当局不按时发工资 甚至巧立名目 客口公资 引发公立学校教师 霸教 甚至大规模请愿 新一轮纠纷 最先在贵州 大方线爆发 据说 当地从2015年开始 以拖欠教师 工资补贴 其后 安徽淮南 有网民留言 说 区政府 自两年前 拖欠教师 目标考核奖 和监库津贴至今 其后 辽宁 康平 银口 和安山等地 也有教师 向政府投诉 被欠薪 地方政府对于教师的抱怨 恍惚 有一套标准说法 以安山市为例 县政府解释 拖欠老师工资 是财政紧张造成 淮南市委办公室 则对外表示 正积极筹措资金 待资金筹集完毕 就可以落实 湖北教师 姚先生 对此强烈不满 他怀疑 财政压力 只是官员 中保私囊的借口 官媒早前曾报道 受疫情影响 中部省份部分县 今年首季度财政收入 大跌一半或以上 财政储备跌至 低于安全水平 个别县政府 背负庞大财政压力 经济评论员金山认为 教师拿不到工资 与基层政府债务问题 有直接关系 政府融资手段越来越少 正常的财政收入 越来越少的情况下 反而是财政支出 越来越大 包括教师工资的 这个支出这一块呢 就会面临 同样面临一个 普遍大的一种压力 当然在经济发达地区 它的财政收入 渠道比较多 如果说有需要呢 融资手段 同样也比较多 财政状况 如果良好的话 对教师来说呢 有一些优惠 有一些优待 这个是应该的 但是现在的情况 恰恰就是 普遍性的财政收入累减 有评论形容 教师在县级财政 支付体系中 人数最多 却没什么发言权 一旦有人动起了歪脑筋 就很容易成为 客扣拖欠的首选对象 公务员其实是 属于最弱势的 最后考虑的一个群体 先缩减的 肯定是在公务开支里面 最弱势的这个教师群体 而直接可以掌控财政 收支权的人员 公务人员 他们肯定是最优先 得到这个优惠的 这正是说 我们说 一般来说呢 切蛋糕的人 应该是最后分蛋糕的人 但是呢 在这种机制之下呢 却恰恰相反 切蛋糕的人 却恰恰成为了 第一个拿蛋糕的人 针对中国各地教师公司 相继出问题 由媒体提出 有必要改变教师公司 发放机制 譬如 偏远落后地区的 教师公司发放 可以考虑由省级 乃至中央财政 统筹安排 确保专款专用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高分 香港报道 中国官方星期二 公布的消费数据 显示经济已经稍微稳定下来 但一般老百姓仍然感受不到 种种迹象显示 外资和民营企业 对经济前景 仍缺乏信心 美国在华外汇经营商 安达近期宣布 将于11月底 关布所有中国大陆客户的 交易账户 另外 中国券商近期接到通知 暂缓披露 8月份的经济数据 这都引起各方的猜测 以下是记者乔龙的报道 美国外汇经济商 安达近期向其客户 发出通知指出 将于今年10月30日下午2点 关闭所有中国大陆客户的 交易账户 官方通知如下 尊敬的客户 经过内部业务审核 我们将不再为所有中国居民 提供交易账户 我们通知您 我们将关闭您的交易账户 对于安达 关闭在华业务 及退出中国市场 中国金融学者司令 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 外资撤离中国 往往是因为中国市场 已不适合继续经营 他说 外资的话撤离 是因为中国市场出了问题 根本上是因为外资觉得 在中国的市场捞不到油水了 现在这些外资的研究部门 都在观察的是 中国政府真正对待外资的 这个态度是如何的 中国大力的提倡居民消费 其实让外资撤离潮 有可能会加速 这说明中国政府正在 全面地放弃外商投资 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的这种贡献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靠老百姓消费 来拉动经济增长 安达市货币数据和外汇交易领域的领先企业 就在两天前 安达宣布将永久关闭外汇论坛 早在去年6月中旬 安达就发出通告 暂停受理中国大陆新客户的申请 而原有客户的交易已出入金 不受影响 当时安达的解释是 大陆业务调整 在美国要求中国撤销壁垒的压力下 去年7月20日 中国对外发布的 《关于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有关举措 将原定于2021年取消 基金管理外资股比限制的10点提前到2020年 但是这一措施并未能停止外国金融企业撤离的步伐 河北大学金融学者孙大利对本台说 像安达呀什么这些这个外汇交易公司 其实整个的中国的金融领域的这种垄断性 可能会导致世界上所有的金融服务领域的企业 可能都会撤出 因为它的经济活力没有了 孙大利说 中国对企业的控制无所不在 这几十年来所谓的改革开放 其实无非就是在经营权上大转转 这个经营权就已经是到了平静了 那么随着这一年国际民退呢 国有的垄断的所有权在不断的贬值 国际民退之后呢 经营权在不断的压缩 所有的经济活力都在挣扎 不管他们公布的这种经济数据是什么样的 但是结果都不会有偏差的 另据第一财经网站本周二披露 按照惯例 证券公司在每月十日前 会披露上一个月的经营数据简报 但目前已进入9月中旬 全部上市券商的8月月报却迟迟未到 有中小型券商投资者关系部人士称 于上周接到相关通知 要求斩步披露8月经营数据 北京学者王女士对本台说 目前经济形势严峻 中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 傅林辉周二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整体来看消费恢复是在稳定进行 特别是餐饮消费收入降幅 明显收窄说明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条件下 大家消费愿望明显增加 数据显示 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33,571亿元 同比增长0.5% 为今年以来首次正增长 学者司令认为 官方解释明显在误导社会大众 这也看出当前中国经济确实是增长的动力不足 投资和进出口现在来讲 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瓶颈期 那么投资还有很多的外资都会撤离 那么进出口的话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与中国打贸易战 所以说现在就插着消费 成为挽救中国经济的这么一根救命稻草 有网民对中国疫情过后 未出现报复性消费做出回应 网民他的眼光留言 我也想消费没钱 低端局写道 大家都不知道今年冬天啥样 钱自然是保存在手里 需要用的时候起码能拿出来 另有网民说 没钱消费个啥 高端的又消费不起 还不是存着买车买房给未来做投资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香港报道 亚洲开发银行日前发表 对2020年亚洲经济的展望 其中认为中国经济一枝独秀 将实现亚洲国家中少有的正增长 种种现实的迹象 也表明了中国经济在复苏 但仍有专家对所谓中国经济增长 持怀疑态度 请听本台记者王允的报道 7月中旬 销量世界第一的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向墨西哥出口了130辆无轨电车 宇通公司通过微信 哔哩哔哩哩等社交媒体 发布了客车从港口发运的短视频 8月份 宇通又向欧洲的挪威出口了102辆大客车 宇通公司连创销售佳计 只是中国经济在疫情中复苏的冰山一角 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 虽然对2020年亚洲经济整体状况比较悲观 却对中国经济相对乐观 报告预测 中国经济将是亚太地区少数成功摆脱经济低迷的经济体之一 2020年度中国经济将增长1.8% 2021年中国经济将增长7.7% 位于美国的财经分析人士世界在回复本台记者查询时认为 亚航对中国经济的预测大致可以接受 受访者不愿用自己的声音 我请同事代读 中共第二季度经济基本起稳 全年保持微增可以实现 同时明年中国经济增长7.7%的预测也比较适中 因为明年的起点是今年的超低增长基础上的 但世界对这种增长持保留态度 他认为 中国的GDP增长从来都是政治问题 而不是简单的经济统计 中共会不惜代价 创造一枝独秀的世界经济名头 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 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史建道 则向本台分析说 中国经济虽然在恢复 但实际增长仍然是负数 他指出中国经济的主要驱动力 还是政府对经济的投资 尤其是制造业 但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 中国制造业一到八月份的投资 同比下降了8.1% 但史建道认为 按照惯性 中国政府最终会把2020年GDP 报告为增长2.5% 他暗示亚航的预测 其实是基于现实和政治的一个妥协 对于中国经济恢复正增长的原因 亚航的报告认为 中国政府采取了成功的抗议措施 为经济复苏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而中国基础建设投资 保持增长 刺激了经济的发展 另外 据日经中文网最新报道 中国八月份发往美国的集装箱增加了19% 创造了2004年开始调查以来的新高 但中国的出口仍然面临很大的隐忧 9月14号举行的欧中视频峰会 聚焦双方的经贸关系 但日前传出的消息显示 会议的进展不大 在关注经济增长的同时 外界更加关注疫情期间提诊经济 能否汇集普通民众 从5月份开始 中国政府就强调要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经济发展新格局 但内循环以促进民生 提诊内部消费为主 外界对这种政策还抱有怀疑态度 中国金融40人论坛 8月底就十四五期间 中国经济金融发展问题 发布了前瞻性的2020金山报告 其中指出十四五期间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将有所放缓 新冠疫情如果出现反复 将对即将到来的十四五初期消费产生抑制作用 进一步制约经济的增长 自由亚洲电台网云 华盛顿报道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接连不断向中国开火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周二表示 他对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中共的威胁感到欣慰 并指出美国没有衰退 会随时随地捍卫自身利益 以下是本台记者驾驾的报道 上个月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访问了中东欧四国 而他的这次五天之行的目的之一 就是赢得这些国家 对于美国对华强硬政策的支持 过去几年间 美国多次警告欧洲盟国 华为公司的设备会对他们的5G通信安全构成威胁 因为这家中企可能会借此窃取这些国家的情报 华为始终否认 其设备存在可供间谍活动的后门 美国的这番游说 起初并没有获得太多重视 但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 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 中共政权不可信赖 决定把华为设备全面排除在他们的5G网络之外 包括此前宣布 允许华为有限度参与到5G建设中的英国 蓬佩奥周二在华盛顿职库 大西洋理事会举办的一场网络会议上说 他近年来与各国领导人 有理有据地谈到了中共 对这些国家构成的威胁 而这些沟通正逐渐取得成效 在先后担任美国中情局局长和国务卿的四年来 我向各国领导人平心尽气地列举了一系列数据和事实 介绍中共对这些国家及其人民 以及对他们的领土安全构成了威胁 我不得不说 过去半年多来 我对各国对华政策的转变感到欣慰 世界已经醒过来了 蓬佩奥欧洲行的成就之一 就是代表美国与斯洛文尼亚 签署了5G安全领候声明 后者成为了即波兰 捷克 爱沙尼亚等国后 又一个承诺将不会擅自使用 受外国政府控制的5G供应商的欧洲国家 这意味着华为这样的中企 将被派出在外 在欧盟与中国周一举行的峰会上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表示 欧盟不会再被占便宜 并希望能与中方建立更公平的竞争关系 他还重申了欧盟对新疆 西藏 香港等地人权问题 以及对中国的人权捍卫者和记者的关注 这些关注议题 显然与美国近期的对华政策高度吻合 近年7月 蓬佩奥在美国加州尼克松总统图书馆 发表的重要对华政策讲话中 提到华盛顿希望建立一个新的民主联盟 以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 他周二在这场网络会议上重申 美国近期针对这一问题寻求全球共识 就是为了确保21世纪 仍将由国际通行规则所主导 我们的目标就是确保 造福了美国和其他热爱自由的人们的 国际规则体系 能够继续主导本世纪和下个世纪 在华为问题上 蓬佩奥表示 他曾对西方与华为在5G技术上的差距 感到十分担忧 但在过去两年来 他注意到欧洲通行公司 爱立信和诺基亚 成为了5G广络建设的有效竞争者 也看到美国企业 开始建立自己的系统和产业流程 因此 他相信西方世界能够发展起来一个 可以与华为抗衡的 实惠并可以信赖的5G供应商 蓬佩奥此前在尼克松总统图书馆的讲话中说 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坚信 中共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 能够实现全球霸权 而美国再也不能忽视 美中两国间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本质区别 他周尔明确指出 在反制中共的过程中 美国必将抓住每一个机会来捍卫自身利益 美国不是一个正在衰退的国家 如今中共第一次意识到 美国会捍卫自身利益 并将基于公平和对等的原则进行回应 而我们每时每刻都会这样做 蓬佩奥周一 借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即将离任 在推特上重申了华盛顿的对华政策 他在一条推文中 对这位大使三年多来的工作表示感谢 并表示布兰斯塔德会重新建立一个 以结果为导向的 对等和公平的美中关系 做出了贡献 自于IJ电台记者加奥华盛顿报道 在新冠病毒疫情余波未了的情况下 中国西北地区被爆又有其他疫情在肆虐 中国兰州医药厂去年年底发生人为因素 造成的布鲁士菌泄露事件 截至到目前有超过3000人确诊感染 事件再次引发外界对中国疫苗 还有官方应对突发性事件的信心危机 请听记者 去年12月中国甘肃卫健委网站发布的一条有关蓝州兽颜所发生布鲁士菌抗体阳性事件的通报 从此开启了蓝州市民众的噩梦 通报说 这次事件是2019年7月24日到8月20日 中木兰州生物药厂生产受用布鲁士菌病疫苗 由于消毒剂过期 对含疫苗菌株废弃消毒不彻底排放造成的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毕业生 先在纽约从医的核安全 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国屡屡出现问题疫苗事件的背后 是中国体制的阴影 无论是制造疫苗的实验室 或是生产疫苗的厂方 都应该肩负一定责任 中国不管是管理还是政府行为 积共经历 导致实验室人员没有在疫苗的质量上面好好把关 生物药厂在大批量制造疫苗的过程中 有没有参入杂质 有没有让杂质会放进去 因为越是成种的中国的这些生物药厂 这就会很多外行的人在领导内行 内行那里由于各种原因 不管是情绪啊 这控制待遇啊 就没有去好好这个指南方面 把管理方面按照程序走 这次病菌泄露事件被官方认定为 意外的偶发事件 是短时间内出现的一次暴露 不过中国政府在处理突发性危机时 似乎依旧遵循了瞒报的老套路 据了解 事发后甘肃卫健委除了于2019年12月26日 通报说兰州寿研所 以及兰州大学203人抗体阳性后 就再没有公布相关数据 财新网9月14日刊登长文 披露截至2020年2月底 兰州队附近2万市民进行了检测结果显示 确认布局抗体阳性感染者超过3000人 尽管兰州卫健委15日 未随财新网的报道 急忙宣布 目前该省疾控中心 复合确认阳性3245人 但当局的一系列隐瞒操作 激起舆论热议 认为缺乏对受害人的进一步处置措施 设施的8名兰州生物药厂人员 只是被处以党纪和行政警告处分 并没有承担法律责任 苏州中学前教师潘璐对此表示 在没有新闻自由和民主法治的前提下 专制政府是无法解决公共卫生安全问题的 长期以来中国在处理这种公共安全事件方面都是 严防死打 基本都杜绝了民间媒体的存在 因为它把它的这个政府权力的巩固 要高于对人民生命的一种维护 就在兰州传出潜在病菌感染 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一警告 新冠病毒疫情不久后 可能将卷土重来的节骨眼上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生物安全首席专家吴贵珍 稍早在中国央视新闻1加1节目上表示 中国的新冠疫苗的三期临床结果进展非常顺利 大概到11月或12月 普通人就可以接种新冠疫苗 潘露也对中国政府提出质疑 认为就是因为当局隐瞒新冠病毒疫情 才导致病毒在全球迅速蔓延 造成近数百万人感染 在中共领导的这个体制下 它的疫苗和它的新闻一样 都是没有任何可信度的 所以世界如果相信中共能解决疫苗的问题 那么这个简直就是一个笑话 紫亚洲电队记者恒结 华盛顿采访报道 中国和梵蒂冈之间为期两年的 主教任命协议即将到期 有报道说 教宗方基各已经签字批准延长两年 而且不会把香港纳入协议范围 两年前中梵签署这个协议时 有人预测这是双方建交的前奏 波令目前与梵蒂冈有外交关系的台湾感到担心 不过台湾的外交部表示 这种担心没有必要 以下是本台记者夏小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央社14号报道 教廷高层消息人士表示 教宗方基各已经签字批准了延长和中国之间的主教任命协议 为期两年而且内文并没有更动 不会把香港主教任命纳入协议的范围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5号表示 中泛关系不断改善 中方希望继续保持联系 确保中方可以在关系中取得更多的进展 路透社报道 亚洲部分的天主教徒担心中国向教廷施压 要把香港纳入延长的协议范围之内 但是有消息人士否认此事 透露协议内容没有更动 对此民进党及立法委员蔡世英 15号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 中泛签订主教任命协议 前香港荣退书记主教陈日军 就曾经指责教廷出卖了地下教会 辜负了被迫害的天主教徒 外电报导多家天主教媒体揭露 中共同步加强打压境内的天主教异议人士 例如江西渝江教区拒绝加入共产党 爱国教会的神父 皆遭到软禁家中无法执行盛事 而天主教重要媒体亚洲新闻也报道 陈日军从2010年开始 每年中秋节都会赠送狱中囚犯月饼 教宗方济各也曾是该活动的赞助者 但今年香港政府 以新通过的港区国安法为由 指该活动具有政治色彩 拒绝批准这项行之有年的爱心活动 过去一直有声音认为 中国政府与范蒂冈签主教任命协议 是为中泛建交铺路 以夺取台湾在欧洲唯一友邦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 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 欧江安说台湾政府秉持的一贯立场 希望中泛主教任命协议的签署可以帮助中国宗教自由 但是中泛该向协议签署两年来 中国政府对宗教人士进行更多的迫害和打压 我们看到很多的教会被拆除 很多的信徒被打入入狱 我们看到更多的迫害 还有更多的教徒要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 包括基督徒 包括穆斯林 包括佛教徒 还有法轮功人士一再的迫害 所以这样子的宗教不自由的状况是更严重的 所以我们极为这个忧心以及高度的关切 整理大学宗教文化与资讯管理学系教授张嘉玲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 若中泛主教任命协议续签 凸显中泛对主教任命进入比较成熟的阶段 至于是否推进泛中建交 目前为止还看不到这样的迹象 中间还有一个障碍 这个障碍就是中共他不会轻易让教宗来巡视教区 中国教区 因为中共他对外国的宗教始终抱持一个戒胜恐惧的一种历史情怀 因为帝国主义在过去始终是用宗教进入中国大陆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小黄台北报道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当选自民党总裁 16日渴望在国会获选为日本首相 台湾总统蔡英文以民进党主席身份表达祝贺 台湾学者分析说 菅义伟被视为过渡首相 在美中台决力过程中也许只会当个抗官 以下是本台记者夏小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71岁的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以377票 也就是高达7成的得票数 当选自民党第26任总裁 由于自民党掌握了国会优势的席次 菅义伟预料会在16号的临时国会 获选为日本的第99任首相 蔡英文14号以民进党主席的身份 透过民进党中央发出中英文的贺电 而台湾的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 也代表政府表达祝贺 菅总裁在官方长官任内曾经多次表示 台湾跟日本双方共享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基本的价值 台日彼此是重要的伙伴跟珍贵的友人 并且表明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WHO等国际组织 前亚东关系协会会长台北大学兼任教授李嘉靖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分析 菅义伟出身在秋田县 父亲曾是专业的草莓农夫 母亲曾是老师 他任横滨市议员两届之后 47岁才当选众议员 连当选八届是一位白手起家 刻苦上来的政治人物 预料会走平民风 李嘉靖认为 菅义伟虽然在记者会上说会改革 但是日本受到国际影响经济 加上肺炎问题要先搞好 最大的考验是明年夏天的东京奥运 如果到时候新冠肺炎的疫苗还没有出现 很可能是没有观众的奥运 因此菅义伟刚就任首相 应该会以守城以及城际安倍内阁路线 防控好疫情最为重要 李嘉靖提到 日本有一种说法叫做居拔内阁 意思就是一家工厂或是商店结束了 但是设备都还在 安倍原本今年4月要邀请习近平访问日本 在疫情爆发之后生变 李嘉靖认为中国在疫情上形象重挫 日本跟着国际舆论跑 不可能在短时间邀请习近平去访问日本 美中近来军事较劲 日本是否会强调美日同盟和台湾站在同一阵线 李嘉靖则有所保留 东海大学日本区域研究中心主任陈永峰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 也认为菅义伟内阁对台日关系不太会有改变 陈永峰预测 如果疫情问题可以克服 菅义伟入想趁自民党支持度高的时候 解散国会重新改选 以确认最新民意 近期就可能发生 陈永峰认为核灾区五线式食品进口台湾的问题 必须在很快的时间里解决 这将有助于台日的外交进展 此外陈永峰谈到 日本和台湾与中国之间应该会保持等据的关系 二阶流任的话 他是党的干事长 就是我们说的秘书长 再来在选举里面会有非常大的力量 比如说提名权 比如说政治资金 选举资金的分配等等 都控制在党的干事长的身上 而那个人是最亲近中国势力的 所以还是会有一个平衡感 菅义伟想要整个亲台湾的话 也不太可能做得到 因为另外一个力量会拉住他 所以就跟拜金山的时候一模一样 安倍晋算比较喜欢台湾 这个没有人不知道 但是跟台湾的关系的发展 也只能到今天这样的状况 目前传出前首相森喜朗率团 在9月19号抵达台湾 参加台湾前总统李登辉的追思礼拜 陈永峰认为 如果许任副首相的麻生太郎能够率团 或是卸任的安倍 以前首相的身份出现在台北李登辉的追思会场 可以期待 这都会是很大的突破 但是眼前似乎没有这样的空气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小华台北报道 用暗网访问自由亚洲电台 避开老大哥的眼睛 为了协助读者能够安全地获取 被中国政府封锁的新闻 自由亚洲电台联手开放科技基金 为普通话部和粤语部 特别开辟了 封锁为.onion的暗网网址 中国大陆的读者可以借助此网址匿名访问本台 新冠病毒爆发之后的一个月 中国民众怀抱着对真理的渴求 勇猛地翻阅防火墙 自由亚洲电台普通话网站访问量暴增 社交媒体粉丝数也取得历史性突破 自由亚洲电台目前有三个暗网网址 英文版 www.rfa62zl6z6owmtlf.onion 普通话版 www.rfa62zl6z6owmtlf.onion 中国已经连续四年被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 评为侵害网络自由最严重的国家 为了抗衡中国政府的高压封锁 自由亚洲电台如今也加入一些其他国际媒体的阵营 为公众提供暗网入口 以浏览最新疫情消息和其他敏感新闻 包括香港民主抗争运动 维吾尔人和西藏人等少数群体所遭受的严酷迫害 读者可以使用基于火壶的洋葱浏览器 匿名访问以上网址 该浏览器最初由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设计 可以通过像洋葱一样的多层加密结构 屏蔽互联网用户的地点和身份 绕开政府的审查和监控 听众朋友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星期二发表声明 批评世界贸易组织有关美国对华关税的决定 凸显该组织在阻止中方技术盗窃 强制技术转让等有害行为上完全举措法力 莱特希泽强调 美国有权针对不公平的贸易行为采取保护措施 并且特朗普政府也将不再允许中国利用世界贸易组织 谋取美国工人、商业、农民和农场工人的利益 世界贸易组织一个专家组当天依照中方的要求 裁定特朗普政府在去年以301调查 增加中方2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关税的决定 与全球贸易原则不符 有违世贸易务 中国商务部当天也以发言人表态的形式 对世贸组织决定表示赞赏 并希望美国尊重世贸组织相关决定 与中方相向而行 美国白宫顾问库什纳 星期二接受CNBC电视台访问是证实 有关中国短视频应用TikTok与甲骨文公司合作的提案 目前正在接受白宫的审查 美国甲骨文公司周一表示 已经与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达成协议 成为其可信技术提供商 但该协议需要美国政府的批准 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到访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之际 当地发生民众示威 抗议中国当局在内蒙古地区 强制行使 剥夺蒙古语母语教学的政策 法新社报道说 百多名示威者当天聚集在乌兰巴托市中心广场 高呼保护母语保护同胞等口号 抗议王毅到访 示威民众敦促蒙古国议会成员 以及总统公开表达反对中方的语言教育政策 并且允许中国的蒙古族同胞继续保持母语教学权利 各位听众 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 谢谢收听 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